欢迎收听《伊妃独步天下》,我是靳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166集 把端王一家安顿好了,皇上这才有空找罪魁祸首萧九安的麻烦。 萧九安,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? 这个时候,皇上也不叫什么燕北王了,直接连名带姓地叫,可见皇上气得有多狠,萧九安却一脸平静。 皇上,端王妃不是说她被欺负了吗?我不过是让端王妃明白什么叫欺负,免得她下次再弄错。 姬云开不过是说她两句,便红着眼眶说被欺负了,端王妃当她是瓷娃娃呢,人人都得捧着她。 你 皇上被萧九安的抢词夺里气疯了,萧九安还要脸吗?而让皇上更生气的是,萧九安一说完,既云开就附和。 我先前一直不明白,我怎么欺负端王妃了,我没打她,也没骂她,只是说了一句实话,就是欺负吗? 现在才明白,原来端王妃有自虐倾向,喜欢被人欺负。皇上放心,下次端王妃再说我欺负了她,我肯定直接甩她一个巴掌。 这对夫妻还要脸吗?众位夫人听罢,不由得无脸,他们见过厚颜无耻的,可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,真正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 可是,他们心里莫名的羡慕是怎么一回事呢? 萧九安寄云开,秀得抢字多理,你们打伤端王妃,细云端王,该当何罪? 皇上懒得和萧九安寄云开多言,直接下定论,要跟这对夫妻说下去,她也会被气得吐血。 皇上,你说的罪名,我们不承认。 寄云开看了萧九安一眼,见她并不反对,便继续。 端王妃吐血晕倒,与王爷无关,她是肾虚,精气不足,身体太弱,起身时动作太猛,一口气没缓过来才会吐血晕过去的。 你说什么? 皇上咬牙切齿,恨不得直接让侍卫上前把纪云开拖出去。 这个女人知道她在说什么吗? 纪云开当然知道她在说什么,她清楚得很,正因为清楚才有恃无恐。 皇上不信,可以让太医检查,看看端王是不是纵欲过度,肾虚不足。 纪云开虽然只看了一眼,并没有把脉,但她肯定自己的诊断绝对没有错。 纪云开,你给身闭嘴! 皇上气得脸都黑了。 这事不管是真是假,都不能当众说出来,纪云开难道不明白吗? 我所言句句属实,没有半句虚假。 纪云开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,如果是以前她绝对不敢装傻,可现在她怕什么? 左右不管她怎么做,皇上都不会放过她,她还委屈自己做什么,她又不是端王妃那朵大白莲? 皇上,不仅端王的身体有问题,桃安郡主的身体也有问题。 端王妃身上好像有一种奇怪的香料,那香料对人不利。 这是端王妃走近时纪云开闻到的。 她平时多与花草打交道,对花草的气味很敏感,端王妃身上有一股让她闻着难受的味道。 当然,她先前以为是自己不习惯端王妃身上的香味,可看到端王的样子,纪云开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 是的,只是猜测,她并不敢下断论。 可是有什么关系? 欲使能闻风弹河,她有怀疑自然要说出来。 你说什么? 皇上这下不是生气,而是震惊了。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怕死,这世间最怕死的人当属皇帝。 好不容易投胎到皇家,经历一番厮杀才坐上皇位,握住了这天下最大的权柄,谁舍得死。 一听对人身体不利,皇上就忘了问罪的事。 而在场的贵夫人也同样怕死,听到纪云开的话一个个吓傻了。 瞪大眼睛看着纪云开,生怕错过纪云开的一句话,一个表情。 纪云开道。 皇上,我也只是猜测,并不敢肯定。 最好还让太医查一查,端王妃身上真的有些不对劲。 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,外表看上去如同二八少女,怎么就没有人怀疑过呢? 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拉皮打针的技术,凭保养手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? 去,让太医查查。 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,皇上当即沉着脸让太医去查。 等待期间,皇上并没有继续问责,而是让众人都散了,然后带着纪云开,萧九安去了偏店。 有些事不宜让太多人知道。 众位夫人虽然很想知道后续,可皇上下令了,谁敢说不。 众人只能草草散了,一个个心事重重地离开,跟纪兰告退时也显得心不在焉。 好好的风飞燕,就这么草草结束,纪兰心里恨得不行,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她不敢记恨皇上,只能把这笔账记在纪云开身上。 纪夫人最后离去,带到所有人都走了,纪夫人才上前,握住纪兰的手,语气郑重。 兰儿,记住,你现在不是纪家二小姐,你是皇贵妃,你不能轻易生气,更不能失晓性子,明白了吗? 娘。 纪兰听到这话,心里更是委屈得不行。 今天是她的风飞燕,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喜事,可现在变成什么样了? 想着想着,纪兰就哭了出来。 她委屈,无比委屈,可是没有人安慰她,本该陪在她身边的男人,此时正忙着另一件事,根本不管她。 皇上此刻正在偏店等消息,纪云开和萧九安坐在下手陪着。 纪云开,你最好祈祷你说的是真的,不然,朕绝不会放过你。 因长公主府那件事,皇上恨死纪云开了,怎么都掩饰不了。 端王的事我百分百肯定,端王非的,我只是猜测。 纪云开重申道,虽然知道没有什么用处,皇上要处罚她还是会处罚她。 朕不听这些。 她不管纪云开是不是猜测,只要纪云开说的不对,这事就不能善了。 不管结果如何,你们打了端王非这件事都不对,你们想着怎么平息端王府还有宗室的怒火吧? 端王非是皇家的媳妇,萧九安那一巴掌不仅是打了端王非,也是打了宗室的脸。 就算她这个皇上不追究,宗室也不会放过萧九安。 哎呀,本集又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咯。 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